历史奇闻匣子 秦始皇凭什么被称为千古一帝呢 当然是因为他建立了不适工业 综合一下 秦始皇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以下四大贡献 第一个统一中国 从公元前230年起 到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用十年时间 攻灭了韩国 赵国 魏国 楚国 燕国 齐国 结束了中国自春秋以来 长达500多年的诸侯歌剧局面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这里的大一统 不仅仅是地域概念上的统一 还包括国家政治 经济制度 以及思想文化上的统一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前朝之前 中国还存在三个王朝 即下朝 商朝 周朝 但是下朝 商朝 周朝 是实现了地域上的统一 在国家政治制度 依然处于分裂状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在中央层面上 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 能够高效处理和管理国家大事 在地方上 废除了分封制 带以郡县制 秦始皇用三公九卿制度和郡县制 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统一 为后来历代王朝所模仿 一直到1912年 清朝灭亡 第二大贡献 开疆阔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啊 没有停止开疆阔土的步伐 首先 秦始皇 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 征伐岭南 岭南在古代 是百岳族居住的地方 被称为百岳之地 相当于现在广东省 广西省 海南省全境 以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 面积在五十万平方公里左右 经过四年血战 终于将岭南一带 圈进秦朝地盘 随后 秦始皇又把目光投向北方 北方的游牧民族 匈奴正在崛起 并且屡屡南清 成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公元前214年春天 秦始皇率领三十万大军 开始攻打匈奴 秦朝军队一直深入到殷山一带 这一战 汉朝历史学家 赞誉为 却匈奴七百余礼 胡人不敢南下而木马 是不敢弯弓而抱怨 打得匈奴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随后不久 秦始皇便修建了西齐林陶 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 不仅如此 秦始皇还从中原 迁徙了大量敌途行途和一般民众 对北方大片江土进行开发 在往南往北开疆阔途的时候 秦始皇还打通了中原与西南地区之间的五尺道 使得西南地区与中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第三个贡献 如果说秦始皇用三公九卿制度和俊宪制 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统一 那么他又用书同文 秦始皇轨统一 秦传作为官方规范文字 同时在秦传基础上进行简化 发展出另外一种字体 立书作为日用文字 车通轨 在春秋战国时期 各诸侯国之间的道路宽窄不一 马车的大小也不一样 国家统一后 这种现象严重影响各地的交通往来 制约经济发展 秦始皇下令 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三条池道 一条向东 一条向南 一条向北 相当于现在的国道 池道上的车轨宽六池 同时将马车上的两个轮子的距离 一律改为六池 与池道上的车轨一样 这样一来有利于马车的长途运输 在书同文 车通轨之外 秦始皇还实行统一的钱币 长度单位 容积单位 重量单位 促进了经济发展 贸易往来 第四个贡献 修筑灵渠 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 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 但它却是军事行动的产物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率领50万大军 征伐岭南时啊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由于战线拉得太长 秦朝军队的军粮运转出现了困难 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战国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 公元前219年 秦始皇命人 在长江水系的湘江 与珠江水系的黎江之间 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 运载军粮 这就是灵渠 灵渠修建好以后 没过多久 秦朝军队就征服岭南 灵渠居功致危 战争结束以后 灵渠经过历代修整 继续承担水路交通要道的功能 长达2000多年 在2000多年间 灵渠在加强南北政治 经济文化交流 密切各族人民往来等方面啊 起着积极作用 在公元2018年 灵渠被列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这就是千古一帝 秦始皇的四大贡献 关于秦始皇的其他贡献 朋友们所知道的还有哪些 在评论里留下你们的观点 与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好 今天啊 咱的历史故事就讲完了 朋友们如果有想了解的历史故事 求一世 可以在评论里留言 我会在第一时间 把视频上传给你们 看啥呢 快点关注啊 来好看视频 分享美好 看见世界